近来,上海推出社区托育服务,宝宝屋备受关注 宝宝屋的出现为众多家庭带来了全新的育儿体验和便利 宝宝屋与传统托育机构的全日托不同 它每天上下午各提供两个小时的临时托服务 为家长们提供更加灵活的选择 其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 每位宝宝一年至少可以免费使用12次 超过次数后也紧按公益价格收费 这也减轻了家庭的育儿经济负担 家长通过随身办在线预约的方式为宝宝报名 每次预约人数不超过10个 以确保每个宝宝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照顾 宝宝屋在各方面都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在环境设施方面,基础设施完善 有不同的区域板块 如娃娃家、阅读区、沙瓷区、美术区等 为宝宝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活动空间 宝宝屋配备了视灵视性的玩教具 让玩耍更有效 真正实现寓教娱乐 在人员配置方面 育儿和保健都有专业人员负责 万里宝宝屋的保育老师 育婴师和保健老师 均经过专业的托育培训后上岗 并且每月都会进行培训 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质量 也会根据家长和宝宝的反馈 不断调整和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 老师和保育员和保健老师 在上岗之前我们都经过一系列的培训 然后在进入过程中 我们每个月也都会有培训 每个月也会给到宝宝屋一些主题的活动 在做主题活动之前 我们的老师都是有计划 有条例地去完成一系列的这些主题计划的任务 在服务内容上 老师会排好每周的集体活动圆圈表 包括音乐 绘本 实验课 美术等 老师们还会根据宝宝的情况 进行分离焦虑过度处理 对于小月龄宝宝开始时会有家长陪伴 对于大月龄宝宝则让家长在门口等候 宝宝有情绪时会抱到家长旁边 让宝宝逐渐适应与家长短暂分离 老师的教育方式 也让家长学到要和孩子平等交流 耐心讲道理 家长在育儿理念上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是为了想以后能入托的时候 方便一点 让孩子先提前来适应这个集体生活和社交 这里的氛围比较好 两个老师也比较好 原来在家里特别念他妈妈 现在两个小时基本上不大管他 他自己在里面跟小朋友和老师在玩 我们做家长的不一定有他那么满心 因为他不单言 不光是玩皮球啊玩寂寞 他们有思想上的教育 有情感上的教育 更感觉的就是我们家长 特别是我们老人的那个培育的孩子的那种理念 发生了变化 上海的宝宝屋以政府主导的模式 为宝宝们提供了优质的托育服务 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也为家长们减轻了育儿压力 同时加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互动性 他正以独特的魅力 成为都市社区托育服务的典范 为孩子们的成长和家庭的幸福保驾护航 未来也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为更多家庭带来福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